这一讲呢 我们来看看国际风格时期 几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建筑名家 这是1952年建成的纽约丽华大厦 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建筑之一 如果你认为它与其他办公楼没什么两样 那正是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办公楼都长得像它一样 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全玻璃幕墙大厦 比就在它斜对面的密室的西格纳姆大厦要早六年建成 两者之间有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丽华大厦的玻璃幕墙并不像密室那样去强调所谓的结构框架 而是在建筑表面形成一层丝网般精致的薄膜 这是以后玻璃幕墙大厦的一般做法 其次,为了因应1916分区法案的要求 它不是简单退线 而是在下方做了一个撑满基地的群楼 中央维和的广场向公众开放 也许就建筑造型本身而言 这种群楼多少有累赘之感 不像密室的直上直下那么简洁 但它对城市街道墙和街道活力的形成是有很大好处的 丽华大厦的建筑师是本沙夫特 他所在的SOM建筑事务所成立于1936年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事务所之一 一直以来都很好的保持团队运作的组织方式 业务质量残胜不衰 这位SOM的合伙人 本沙夫特是该事务所1950到1960年代最有影响的建筑师 这是他设计的纽约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 建成于1961年 高248米 是大萧条以后纽约建造的第一座超过200米的摩天楼 除了摩天楼 本沙夫特的其他建筑也很有特点 这是他1965年建造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兰伯特银行总部大厦 利用钢架结构柱子中部弯矩为零的特点 他将每一层柱子的中央全都切断 变成脚结构罩 展现了现代建筑的特殊魅力 这是1963年建成的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上本图书馆 本沙夫特将长39.6米宽26.2米高17.7米的方壳子建筑体 托举在四个吨形角度之间 主体结构为花干岩包裹的空腹横架 柱子和梁的中部根据弯矩分布也明显收窄 与传统结构趣味大相径庭 在这些横架的格子间镶嵌着3.2厘米厚的白色大理石 这样的厚度继续有一定的强度 同时又恰好可以使阳光透过大理石纹理 为室内大厅蒙上一层神秘而温暖的气氛 犹如首饰合般精致和珍贵 本沙夫特之后 SOM的头号建筑师是哥伦比亚出生的格雷厄姆 1968年建成的芝加哥约翰汉考克中心大厦 是他的代表座之一 100层高344米 在当时是仅是于纽约帝国大厦的第二高摩天龙 这张照片前方可以看到 前面介绍过的密室建造的两座公寓楼 这座大厦的结构 由孟加拉国出生的结构工程师拉赫曼汉负责 他创造性的采用加称同体结构 以解决摩天楼抵抗侧向剪切作用的问题 外观上醒目的X型协称 成为建筑的标志性特征 这种协称结构 后来被贝玉民用在香港中营大厦上 却引起很大争议 我们等会再说 1973年建成的芝加哥希尔斯大厦 也是格雷勒姆和汉合作的产物 这座大厦2009年后 改称为威利斯大厦 高110层442米 成为当时世界第一高楼 并保持这个记录直到1998年 被西萨佩里设计的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双子塔超过 不过西尔斯大厦的业主 一直不服气 因为吉隆坡双子塔 452米的高度是算上坚顶的 而西尔斯大厦楼顶 85米高的发射塔 却未被记录 理由是 它们不是建筑造型的有机组成 这座大厦采用拉赫曼发明的树桶结构 有9个相同大小的正方形结构桶体 集合而成 其中7个桶体分别在第50层 第66层和第90层收数 只有两个桶体达到最高高度 在大厦建造期间 附近居民曾经提出诉讼 指责大厦过高的高度 会影响居民接收电视信号 进而导致房产贬值 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 法官指出原告无权获得 不受任何干扰的电视接收 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 在享受城市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必然要承受某些方面的不便 实权实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1998年建成的 中国大陆第一座 高度超过400米的超级摩天楼 上海浦东经贸大厦 由SOM的史密斯设计 高88层420米 外形创意来源于中国古代秘园塔 具有后现代者一特征 这位就是史密斯 2004年 他在结构工程师贝克的协助下 以威利斯大厦类似的数捅结构 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 迪拜酋长国酋长 阿勒马克图姆 设计162层的迪拜塔 阿勒马克图姆对他的臣民说 梦想没有极限 这座大厦于2004年9月 动工兴建 2007年1月 超越西尔斯大厦屋顶 所保持的世界最高楼面层记录 2007年7月 超越李祖元2004年设计建成的 509米高的台北101大厦 成为世界最高摩天楼 2007年9月 超越加拿大多伦多1976年 建成的553米高的电视塔 成为可以独立树立的最高建筑 2008年4月 超越美国北达克他州布兰夏尔 1963年建成的629米高 需要用缆绳牵引平衡的电视发射架 成为现存最高的建筑结构物 2008年9月 超越已经于1991年倒塌的 曾经高达646米的波兰华沙 无线电发射架 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建造过的 最高人造物 2009年1月 已经改命为哈利法塔的 这座超级建筑 将高度定格在828米 其中屋顶平台高度为642米 迪拜的哈利法塔不是终结者 仍然是由已经自立蒙古的 史密斯设计的 沙特阿拉伯吉达塔 目前正在建设 其造型与哈利法塔一样 都是源自赖特设想 一英里高的伊利诺伊空中城市 这座吉达塔 原本计划要建到一英里高 但后来缩水到一公里 然而因为各种原因 该塔的工程进展不太容易 1999年 一位名叫劳伦斯的银行分析师 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1907年 第一座高度超过200米的 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厦 开工建造 当年10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 1929年10月23日 克莱斯勒大厦 创造319米的世界纪录 第二天 华尔街股市崩盘 美国线路大萧条 1973年5月 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建成 当年10月 中东石油危机爆发 1996年 吉隆坡双子楼 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第二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劳人士将这种现象 细成为摩天楼指数 进入21世纪 这个指数还在继续得到验证 2007年9月 正当迪拜塔 成为世界最高建筑之时 次贷风暴 狂少美国 然后就是 原定于2020年建成 现在已经烂尾的吉达塔 我们今天还在其影响之中 我们再来看布鲁尔 作为报号师培养出来的 优秀学员代表 布鲁尔于1937年 追随老师格罗皮乌斯 进入哈佛大学建筑系任教 以后于1946年 前往纽约从事建筑设计 1953年 布鲁尔与意大利结构工程师 纳尔维和法国建筑家 则夫斯合作设计了 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部大楼 在当时许多人看来 勒科布希耶本该是 最有资格设计这座建筑的人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它再次被排除在外 这是布鲁尔的设计 明显是在下 勒科布希耶的 马赛联合公寓致敬 里面的百叶窗 以及架控牛腿柱 都是勒科布希耶首串 通过与精通混领土的 结构大师赖尔维的合作 布鲁尔喜爱上 这种可塑性很强的建筑材料 1953年起 布鲁尔为地处 美国明尼苏达州 克里奇维尔的圣约翰大学 设计了包括教堂 教学楼和图书馆在内的 最早建立于1856年 这所圣约翰大学 就是修道士们创办的 大殿采用干净混凝土 折板结构 这是图书馆 用两个极富表现力的 竖叉状V型柱 将一个62×38米的 密类污面板托取在空中 这是1961年建造的 法国IBM拉格德学习与研究中心 出广而富有张力的结构造型 被誉为新巴洛克 从在鲁尔斯求学 到成为一代名家 布鲁尔用一生 见证了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 在回顾亲身参与的 现代主义运动时 他说 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 对成就不堪的 折中主义的胜利 现代建筑具有更加明确的 战斗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 满足人类的需求 这位是贝玉民 杰出的现代主义建筑家 他于1935年18岁时 前往美国求学 在马省理工学院 建筑工程系毕业后 1944年又进入由格罗皮乌斯 和布鲁尔任教的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攻读 但是就像当时的 许多年轻建筑学者一样 他对密斯的玻璃幕墙表现形式 以及勒科布希耶的 雕塑官的设计 更加露银 这是1952年建造的 科罗拉多州 丹佛市礼高中心 由于大楼采用全空调系统 贝玉民巧妙地 将浅色空调管道 暴露在外立面上 与深色结构框架 交织在一起 利用色彩的变化 使大楼立面 呈现出丰富的装饰效果 他后来还设计了 好几座玻璃幕墙大楼 其中最出色的作品 是1968年开工的 波斯顿约翰汉考克大厦 他在方形的基地上 斜向切割出平行式边形 以此拔高 作为大厦的造型 平行式边形的内角 使大厦显得更加高耸挺拔 由于采用高反射玻璃 加之干骨架 在视觉上的分量 被剪到的最低限度 因而整栋建筑 几乎变成一个完整的大镜子 在短边上 贝玉民还特地做了一条 竖向的三角形凹槽 以增强反射的戏剧性效果 这是密斯在1921年 柏林飞特列大街 高层办公楼竞赛方案中 提出的建议 不过这座建筑 差一点就成为 贝玉民的滑铁炉 1973年1月的一天夜晚 波斯顿遭遇风暴 第二天早晨 人们一觉醒来 惊讶地发现 即将进攻的约翰·汉考克大厦 已经是一片狼藉 大量玻璃窗坠落 幸好未造成能源伤亡 由于当事人之间 达成了严格的保密协议 事故真相已经很难理清 不论如何 在仔细查找事故原因 并加以针对性的改进之后 贝玉民以及这座大厦 都挺过的这场严峻的挑战 迄今一郎傲立在 波斯顿的天际线上 这是1965年建成的 纽约基普斯湾高层住宅楼 是以勒科布希耶 马赛联合公寓为榜样 建造的建筑 是当时在美国许多城市兴起的 清除平民空运动的产物 早在1935年 勒科布希耶访问美国时 刚刚入学麻省理工的贝玉民 就成为他的崇拜者 贝玉民十分喜爱勒科布希耶 利用混凝土 实现雕塑般的造型表现 在这两座大楼中 金雕细作的网格设计 使建筑的形式感格外强烈 1964年 贝玉民又用同样的手法 在费城社会里 建造了三栋公寓楼 细节都非常考究 学到了密斯的真谛 贝玉民的早期设计风格 灵活多变 不断尝试新的手法 包豪斯、密斯和勒科布希耶的影响 在他身上都可以找到 这是1961年设计的 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就是一件构成为十足的作品 同样具有浓郁构神位的 还有1978年建成的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莞 它的平面采用直角梯形 以适应基地特征 一条斜缝将它一分为二 一个是顶角38度的 等腰三角形 中心线与老管的东西轴线重合 另一个是带有19度 极为尖锐对角的直角三角形 以这几条斜线为基准 再将各个部分进行切割划分 这是其中庭 这是1990年落成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 高70层369米 是功成名就的贝玉民 晚年的代表作之一 由正方形对角线分割出的 四个三人柱 分别以斜面 终止在不同高度上 体现出中国古院 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美好寓意 不过当地人 对于这座建筑所采用的 B面X型斜称造型 和平面45度内角 存在很大争议 前面介绍过 格雷尔姆和拉赫曼 在设计芝加哥 约翰汉考克中心大厦时 为了解决摩天楼 抵抗侧下剪切作用的问题 在外观上 采用了醒目的X型邪称 这种X型图案 在美国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起码没有什么贬义 但在中国社会就不一样 特别是对于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来说 这么巨大的叉叉叉 高挂在空中 会勾起许多不堪的回忆 再加上这座建筑 四四五度的尖锐外墙角 犹如大刀刀刃一样 对着周围的邻居 更给人极不愉快的感受 不能够把这种认知 都归结于迷信 毕竟建筑离不开 特定的环境 和特定的人群 这位斯鲁道夫 也曾在哈佛大学 设计研究生院 师从格罗皮乌斯和布鲁尔 他是所谓 初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建筑 以粗广有力的结构表现 和几何体块的 简洁造型建成 1958年 鲁道夫受邀当任 耶鲁大学建筑系主任 对于身份的转化 他说 作为一个建筑师 我差不多是一个 最固执的家伙 但是作为教师 你得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试以各方面 去看学生的作品 决定哪一些是有价值的 如果没有价值 又要说明是什么原因 我从中学到的 比学生要多 出了教学 他还为耶鲁大学 设计了艺术和建筑大楼 复杂的体块交错 和粗浊的混凝土表面 使其成为 粗野主义的经典之作 这次其解剖图 内部空间的标高变化 非常丰富 这是学生做的轴册图 表现建筑学者 忙碌和焦虑的学习生活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继续介绍 国际风格时期的 美国建筑民家 字幕统筑民家 引力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